哈喽,我是乐乐 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嘿嘿嘿 好,手手放背后 手手拿出来 将将 我们一起说 大手小手 动手做 接下来啊 我请到了我的小帮手 来帮忙 请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自己帮 嗨,我是小玩怪 小玩怪 接下来啊 我们要教大家 如何帮玩偶 做新衣服 第一个要准备什么东西哦 拿出来 这个是什么 乐乐 对,是乐乐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 哇,好可爱的乐乐 我喜欢这个玩偶 对,如果啊 小朋友们 你有自己的玩偶 也可以拿出来 帮他做一件衣服哦 那接下来 还要准备什么东西呢 让我来告诉大家 如果啊,你要帮他做新衣服的话 请记得要请爸爸妈妈帮你下载 纸膜 要来列印出来哦 那这个纸膜呢 要从哪里下载 我们来看看 刚刚啊 故事呢 说到了这一页 在这一页呢 下面有一个QR code 这里啊 就可以扫描 下载列印图档 那可以请爸爸妈妈来帮助你 还有要准备哪些东西呢 这个是布织布 如果呢 你有旧衣服 像是这一件 你就可以拿出来 如果你没有旧衣服的话 你就可以准备 像是这个样子的布织布 还有呢 给大家看看要准备什么 这是什么 纽扣 哇 我们准备了好多个纽扣 对不对 这五个哟 对,我们准备了 一、二、三 还有两颗给你拿 我们总共准备了五颗纽扣 可以帮他的衣服 缝上小纽扣 还有呢 要在上面 对 还有 要三颗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 漂亮的缎带 你喜欢这个颜色吗 喜欢 这是什么颜色 黄色 对,黄色 还有 我们要准备这个是什么 简刀 对 大母哥要在上面 两个小母哥要在下面 对,要准备安全小简刀 还有啊 我们呢 也要准备好 这个双面胶 等一下可以来粘贴使用 准备好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动手做 来,我们一起跟大家说 拿出你的手手 将将 好,我们一起大手 小手 动手 做 小黄罐 准备好你的小剪刀了吗 准备好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来剪纸膜 我们来看看这个纸膜有哪些图案 第一张呢 是裤子的正面 还有旁边有围巾 第二张呢 是裤子的背面 还有帽球 还有帽子 第三张啊 是上衣 这三张呢 都要列印好 而且准备好你的小剪刀 我们啊 就要开始 先把这个纸膜上面的模型图案 给剪下来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一起剪剪看 好了 我们已经把这一些纸膜上面的图案 都剪下来咯 那接下来啊 我们要来做下一个步骤 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啊 我们要拿出你的旧衣服 或者是不知不 把刚刚的版型 放在我们这个布料的上面 然后拿出你的奇异笔 我们啊 照着这个图案的模型 画上去 再把这个布料上的图案 剪下来就可以咯 我们现在立刻来做做看吧 我们画好了哦 现在啊 我们已经在布织布上面 或者是在布料上面 画出了图案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要把这个图案 用小剪刀 把它剪下来 开始吧 完成 我们现在啊 已经把刚刚的布织布的图案 给剪下来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试试看 帮乐乐来穿上我们的这个服装 乐乐 请出来 好 我们一起来帮乐乐穿衣服 好不好啊 我们一起来帮我们的这个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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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帮我们的这个服装 我们一起来帮我们的这个服装 我们一起帮我们的这个服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的乐乐变装完成了 我们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可爱 我们请小皇冠告诉大家 我们帮乐乐穿上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白色 那穿上什么颜色的裤子啊 红色 对 我们还帮她放了三颗黄色的钮扣 我们要给大家看看她的帽子 是什么颜色的帽子啊 红色 对 我们还送给她一个黄色的蝴蝶结 是不是非常可爱啊 还有上面是什么啊 上面也是黄色的缎带 帮她打扮一番 现在乐乐就穿上了新的服装了 你晚上要跟她一起睡觉吗 对啊 是因为我喜欢乐乐 小朋友们 你们家里有小玩偶吗 邀请你们一起帮你们的小玩偶 穿新衣服 对 帮你的小玩偶穿新衣服哦 乐乐有频道咯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